关于这个龙呢 大家看我们节目记得我们讨论过吧 外国品牌做中国题材都是容易掉坑 这个龙掉不掉坑呢 万表流行力 填兽集体器 你看这个表展啊 这边七个品牌 这边七个品牌 如何在两天之内都cover到呢 你给有一个特牛的团队 我这团队就行 每天让我喝六杯咖啡 总安子老师别配饭干活吧 Yes sir 今年的新款之一啊 这个叫Traditional的传袭系列 它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造型的非常的经典 而且呢 厚度控制得很好 对于它江南顿这些 日电瓦品牌的一大特点 另外呢 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个配色 呈现出一种比较高冷的绿色 就是说你说绿色吧 但实际上你理性分析起来 它会加了一些黑的一些成分感 或者是灰的成分 所以是比较高冷的 比较低调的一种绿 它是很独特的 机芯呢 就是江南顿自制的手动机芯 而且个个都是运达法印记的 高水准的打磨 尺寸你也看出来了啊 大尺寸的这个38的呢 它是不相断的 这个小尺寸的相断的 这并不是简单的大小的区分哦 如果你仔细看 它的刻度还有差别的 其实我更喜欢这个小尺寸的刻度 In your news clips You mentioned that the gender of a watch is now less prominent female or male Could you share some idea about this way of thinking? We are living in very interesting times in the sense that we see more and more lad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fine watchmaking and bachon concertin watches obviously In the design of watches we don't necessarily anymore create a difference basically between men's watches and ladies watches in the sense that in the past I think you know some ladies watches they were very much I would say smaller versions than in comparison with men's watches and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 was to set the the bezel with diamonds for example so I think these days we are more and more talking about large size and small size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evolution of times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that men's watches became much bigger especially during the 2000s they were jumping from like 35 millimeter to extreme sometimes 50 millime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ladies watches they they have been also I think moving or from something around 24 millimeter to sometimes 39 or even 40 millimeters so what do we see these days we see for men's watches there is I think a tendency into coming back to more reasonable sizes which are around maybe you know 38 40 millime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omen I think they still appreciate we have a slightly larger watches 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nally and the end of the day the dimension of ladies watches and men's watches these days is quite uh you know it's quite tight and so that's this is why we for example we have launched this spring at watches and wonders in geneva the vachron constantin overseas 35 millimeter which i think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this tendency in the sense that this is a watch which is not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ladies or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men but r to order for people not matter the gender i think this is very good news for both genders yeah probably yes but反正是高级品牌尤其是日内瑪品牌它一定要有 一系列叫mediatea系列你可以叫艺术大师吧mediatea都是用一些特别珍惜特别 传统的工艺这个呢比较特殊它是属于中国的生肖系列的最后一款龙明天是龙年为什么要介绍 而这款呢我觉得在所有的高级品牌里 尤其是在他的Michita系列里 江丹顿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表盘你就看到了 他为了展示这个艺术作品 他把时针分针中央的这个显示时间的系统呢 全挪在了这个表的四周 所以让这个表盘呢可以突出的表现任何一个艺术作品 这个在业界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款龙年呢他用的也是这个布局啊 江丹顿已经用了很长时间这个布局了 特别适合表现一件牛的艺术作品 先说工艺啊 你看它是法廊的另外一种工艺叫透底法廊 它透的是什么底呢 透的是经过精心雕刻精心设计的柜金属的底 就是说用柜金属造型了以后 然后覆盖一层透明的法廊 玫瑰金款它透的是这个棕色的法廊 在薄金款它是一种蓝色的一种法廊 都是透底的 然后呢时间信息在这个四个角四个窗口上显示 关于这个龙呢 大家看我们节目记得我们讨论过吧 外国品牌做中国题材的时候容易掉坑 这个龙掉不掉坑呢 但是经过多人的审视啊 发现这个里面的龙 不论是造型还是从神韵还是从工艺上 居然都是说得过去的 在众多的想尊重中国的这些高级品牌里 这个龙是可以被收来的 江山丹顿今年的煤铁大系列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生肖的龙年的纪念款 这款呢也特别的一说 因为什么呢 中国生肖题材是表示对中国的尊重对吧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的尊重很可能从这个系列也能体现出来 这个叫国物学家系列啊 讲那个十九世纪一些勇于探索的人在世界各地的发现 当我们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的文明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绕不过去一个单词就是科学 甚至有人会发起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们中国有科学吗 这个博物学家可以给出一个至少是一个思路吧 比如说关于科学它是一个定义问题 它更偏向西方的这个 比如说两西文明啊 这么一个脉络 但是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科学换一种定义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更广义的定义 如果我们把博物学也纳入科学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也是有科学的 我们上下五千年 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著名的博物学发现啊 随便几个例子 比如说本草纲目是不是博物学发现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 所以说呢 我们中华文明跟科学也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这批表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这是博物学家 真正说到我们中华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跟西方在这方面是同步的 是相互伴随的 当然了 咱们回到说表上啊 这个系列呢 除了传统手工艺外 还有它的机械装置的陈列也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先说工艺啊 我要说一下 在法廊里边分好几个等级 其中最高等级是日内网威慧 这个系列里有些作品就是用最高等级的日内网威慧 除了这些工艺以外 还有金雕这都司空见挂了啊 再一个你看它这个展示时间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 通过一个很巧思的一个机械装置实现的 这个小时的石标呢 既可以显示小时的信息 又可以兼做分针 所以呢 从机械上 从制表上 这款表呢 也有很多智慧在里面 如果说江神山顿的镇垫之宝非这块墨树了啊 你能想到的各种复杂功能 万年利啊 三万 包括天文学的各种功能的话 这款表上都有 除此之外呢 表圈就像了两圈钻 表耳上也像了钻 所以呢 你说它是高复杂万表还是高珠宝万表呢 漂亮的老师啊 哦 我还活着 我们这么辛苦啊 我们发的内容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 欢迎你都打出来 拜拜 拜拜